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党军 它没有国军 这个国家 它非常注重建设的 其实是两支部队 一支是8341 我们知道它历史上曾经改过很多名字 57001 61889 但习惯上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8341 这支部队呢它完全模仿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警卫团 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警卫团 它是一个政军级单位 它的起源是大总统的示威队 那么共军这边的警卫团也是一样 它原来起源于井冈山的红四军 军职特务团 那么现在应该也是一个政军级单位 这支部队你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宗旨是没有变过的 它的任务就是保卫宗旨机关以及中央领导 那么另外一支部队呢 我们把它通常称之为叫二炮 2015年它改变称呼叫火箭局 其实它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它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展了一条 现在被称之为叫东风快递的这么一个业务 它是一个战略威慑部队 有多少东风导弹能打出去 机动性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它为中共的这些党首军头们 提供了一个信心上的保障 中国目前是五大军手 陆海空火箭兵和战略支援部队 差不多属于天军吧 应该是那种网络战 卫星都给它管 那么整个这个军事体系 它现在公布出来的人员 大概是不到二百万 陆海空军都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总类 门类齐全的国家 就是说你找到一块矿石 它进入流水线 就能给你出来一件武器 这个中国是能达到的 所以呢 中国的军事装备 无论好坏 它最起码可以自给自足 陆军现在有18个集团 分属五大战区 前两年军改的时候 还出过一个笑话 据说原来只准备成立四个战区 后来北京的一些军头不太同意 那么坐着一拍 加了一位 现在是五大战区 战区制为今后有可能的独立地方割据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态势 七大军区原来相对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无法统合属地的资源 现在五大战区出来以后 预备模仿美国军队的这种战区制 掺杂了一些中国特色 我相信未来 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逐渐增大 因为中共最近几年一直流行的惠宗抓人 就跟那个收拾韩服局一样 以开会这个借口 把你调到一个指定的地区 多半是首都 那么会还没开完呢就把你抓了 你就是老虎了 把你吊打一番 吃太多 让你吐一点 评一评名分 那么因为中央这两年 应对国际政策 它这个举措失道 导致了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 举步维艰 所以呢 地方政府 包括各战区的领导 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听宣不听掉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那么战区制就是割据的最好的依据 那我先谈一谈陆军 陆军整体的装备 不是很理想 新的装备有但是不多 而且因为价格昂贵 维修复杂 所以在部队的演习中 使用率并不高 基层的士兵 士官 并没有完全掌握 新型装备的 这种体验 加上呢 陆军又是一次性消耗产品 如果不能保障军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陆军的战力将很难评估 那么空军目前还好一点 四代机据说已经有六百多架了 总体的服御状况还行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摔飞机这么一个事件的发生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只有高强度的 执行暂时操作 才会出现这么频繁的摔机 飞训员和别的东西的训练呢 不太一样 摔飞机其实并不是坏事 现在飞机自己能造 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燃油 一个是发动机 我们知道各大炼油厂都有 军代表 其实燃油标号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我们知道二战结束以后 德国被缴获的飞机 美军给它灌了油以后 发现它在天上 它增加了至少30%的机动性 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号的飞机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燃油造成 因为油品质造成 那么发动机 无故障工作时间过短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 因为在战时 还没有到发动机报废的时候 这架飞机 连同它的飞行员 极有可能就被打下来 空军目前呢 自己能造 能造飞机 能造发动机 就算质量不太好 最起码自己能造这个东西 这个消耗品呢 目前问题还不大 不必要过分地去担心 其实现在最需要担心的是海军 因为海军这个建军思想不太对 我们经常听到 军迷或者说 关心中国军事的人 提到四个字 叫海上长城 海军历来是一个进攻性的兵种 它是不可能建成长城的 人类进入热战以来 首先 我们见到的就是铁甲舰之间的海战 就是甲午战战 那么海战呢 刚开始是以大炮的口径和大炮的射程 为主 所以我们看到了战略舰的极限 大和号 那么空军 开始介入到战略的战略 它要先喷点燃 它要先喷点柴油进去 点燃柴油以后 通过柴油引燃重油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海军的舰船发动的时候 黑烟环绕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启动的过程 而且这种启动状态 都是属于那种二战初期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军舰 其实它还不一定能达到 二战后期的这个能力 我们先看到的是火炮的这个射程 然后我们看到了飞机投放的炸弹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导弹 那么通过导弹来延长 相互对峙 相互击毁的这么一个射程 当然海军它也有很多辅助的东西 海下的那就不能谈了 因为这个降噪的问题 以及中国没有面向大洋的出口 所以我们任何一条潜艇出去 首先遇到的 是遍布海底的监听网 以及 螺旋角 和喷射系统 导致的这些噪音 它有一个音频库 周边国家 建立了大量的音频资料 几乎每一艘潜艇的出口 都很难做到鬼鬼祟祟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有一套指挥系统 叫北斗 2020年据说能够覆盖全球 在北斗被覆盖全球之前 其实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 都走不远 尤其是海军 你出去以后 你连一个有效的导航都不会 那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支近海舰队 走向大洋是一支 未来海军的口号 它目前其实是做不到的 现在海军作为一个拳头 它既打不出去 也守不住家门 二炮是唯一的养葬 二炮有多少基地 有多少有效的 可以攻击的这些弹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社会的评估 你不管是检世年鉴 还是汉河之类的 都是猜测 说句良心话 连军委都不一定搞得清 因为他们只有数字 没有绩效考核的标准 中国所有的军队 它其实都被助了水 地方浮夸的这种方式 在军内同样 陆军的装备不断地在更新 追赶上世界的潮流 估计没想 而且我们看到了 中国军队的机动性 在本国国土上的机动性 不是很理想 虽然正在被加强 包括北方修的一些国防公路 你经常看到北方一些公路 它和内地是不太一样 高速公路中间没有安全道 它只有一道可以随时撤离的湖管 在人际罕见的北部 我们经常看到一条 长达400公里的高速公路 你开完这400公里 你遇到的对面来车 不超过20辆 从经济效益上来说 可以认定它只是一条国防 它跟拉动经济是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也知道 所有的桥梁 以及新建的公路 它都存在一个 长年需要维护的状态 甚至一辆集装箱卡车 因为超载了 有可能就压塌了一座大桥 那么陆军有很多机动的装备 它在无法依托铁路 进行行军的时候 你怎么能确定 它能完好无损的通过大桥呢 那么空军也是一样 现在真正能够执行战备的 并不是很多 而且我们看到了 军属 在大多数情况下 并没有得到 全社会的尊重 甚至被强拆的 被打死打伤 直气清除的 这种状况都存在 各地都有 涉及到各军种 所谓的战略支援部队 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除了小偷小摸的 搞一点国外的资料 甚至还不一定是涉及到军事 可能它干了一些私活 但是它依托的 整个的这个信息高速公路 它是由美国人主导的 全球目前的互联网 所有的大型的服务器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根服务器 一个组根服务器在美国 13个还是14个辅助服务器 根服务器 遍布全球 恰恰没有在中国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现在能够采取的任何一种 网络收集的手段 都有可能被主渠道切断 有些人幻想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其实很大 因为在针对兰斯拉夫的战争 美军就曾经切断过 网络采取 你有再大的本事 你是在别人的平台上玩小动 航空航天这一块 最近几年经常出现问题 根本留不住人才 随着科研人员的大量外流 这个部门 就是你想继续网绵扎起来 它也不一定能出效 中国军队呢 有一个特色 我们自己公布它 每年的军费开支 大概是1300亿左右 1300亿美元 其实这个数字呢 跟事实相差 十万八千 整个这个世界上 只有极少数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它有大量的国营器 尤其是军工方面 重工业 美国公布的6000亿 它买一艘军舰 它要给20亿美金 它买一架飞机 它可能要给 一点几个亿 或者4亿美金 有一些大型的 新型的轰炸机 可能要价值到20亿美金 这是从军费开支 你支出的 中国不是 中国养活了 大量的军工单位 这些军工单位 从他们的研发 到日常的 公认工资的法仿 以及生产原料的购买 最终形成产品 交付部队服役 它都没有在计划上 你可能看到一些 装备 进入县域的时候 它有价格 但是你看不到的是 更多的装备 以及正在预言的装备 它一直在耗费着 国民的税收 它并不在军费开支 所以中国军队的问题 你不可能在数字上 清晰化 如果这个政体不改变 可以说没有人能搞清楚 中国的军费开支 是多少 当然了 花在实处的 那就更没办法猜 我们只能讲一遍 真实的军力 很尴尬 纸面上是世界第二 实际 没有办法 评估 因为训练场上 是走不出一支训练有数的 能够投放到实战中的部队 所有的部队都是打出来的 装备 也是一样 没有进行实战检测的装备 没有经过实战训练的士兵 真实的军力 始终 在梦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